随乱枪神,我命由我不由天。 李浩,一个普通的中学生,因为一场意外穿越到了随朝乱世。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,他面临的第一件事便是生死攸关的危机。 然而,在紧急关头,他发现随身携带的激情神枪升级系统也和他一同穿越而来。 凭借这个系统,李浩能够通过战斗与训练不断升级自己的枪数,从一个毫无经验的少年,逐渐成长为一代枪神。 随着系统的不断升级,李浩的枪法越发精湛,他横扫墨碑,驰骋战场,最终以一己之力改变了随朝的命运,成为了乱世中的传奇英雄。 李浩是一个平凡无奇的中学生,他的生活和大多数同龄人并无两样,直到某一天,他在一次偶然的意外中,突然穿越到了随朝末年的乱世之中。 刚穿越过来的李浩,还没来得及适应这个古老而陌生的世界,便被一群山贼追杀。 危机关头,他下意识地去寻找武器,结果发现手中握着一根普通的木棍。 但就在这时,李浩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一个冰冷的声音,激情神枪升级系统已启动。 在李浩惊恶之际,系统开始运行,并将他手中的木棍转化为一柄简陋的长枪。 李浩心中不禁狂喜,但随即他便发现,这柄枪仅仅是系统的初级武器,威力有限。 而且系统要求他必须通过实战来升级枪法与武器。 没有时间多想,李浩指的挥舞长枪,与山贼们拼死一战。 凭借着现代人的灵活思维和系统的辅助,他在绝境中成功反杀了几个山贼,并逃出升天。 随着李浩不断遭遇新的敌人,他的枪法也在系统的帮助下日益精进。 每当他击败一名强敌,系统便会自动升级他的枪数,甚至还能解锁各种神秘技能。 最初的简陋长枪逐渐演变为一柄威力无穷的神枪,能够穿透盔甲,斩断兵刃,甚至在必要时能够释放出摧毁一切的力量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李浩在随朝的名声越来越大。 他以神枪之名横扫墨碑,成为了各方诸侯真相招揽的对象。 然而,李浩心中并不满足于此。 他知道,随朝阵处于风雨飘摇之中,无数英雄豪杰在这个乱世中逐鹿天下,而他要做的不仅仅是生存,更要在这片土地上留下属于自己的传奇。 在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役中,李浩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,他的神枪所向披靡,连敌军的猛将也对他闻风丧胆。 然而,随着他越来越强大,系统对他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。 每次升级后,系统都会给出更加艰难的任务,甚至要他独自挑战整个军队。 最终,李浩在一场决定性的大战中,以无可匹敌的枪术,斩杀了称霸北方的强敌,彻底改变了随朝的命运。 他不仅成为了传说中的枪神,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,我命由我不由天。 结语 随着随朝的局势稳定,李浩成为了乱世中的传奇人物。 他不仅以枪术闻名天下,更以坚强不屈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赢得了世人的尊敬。 然而,对于李浩来说,这段旅程并未结束。 他知道,系统的升级还在继续,而他,将带着神枪,迎接更加未知的挑战。 后继 李浩的故事告诉我们,无论命运如何安排,只要有足够的勇气与毅力,任何人都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。 当我们面对挑战时,正如李浩所说的那样,我命由我不由天。